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神默默 让照片说话 冷暖声特别呈现 红色摄影师 2006年春 哈尔滨极乐寺 一位老者远道赶来 专程看望这里的方丈 辞法大师 十年九十三岁 已病重卧床七年 老者拿出一张照片 俯身在辞法大师耳边低语了几句 缠绵病大的大师忽然激动起来 这位前来探视的老者 名叫李震盛 是一名摄影师 40年前的1966年 他在极乐寺门口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最右侧 手拿帽子的和尚 就是后来的词法大师 他是这里面最小的和尚 那个时候还53岁 他就领着红兵告诉这里面藏着什么 那里面藏着什么 让红兵抄 他还穿上了干部服 还别上了钢笔 戴上了帽子 他在里面革命了 就是他造反了 带着红兵来造自己这个寺庙的反 因为后来知道他平日被方丈管束得很严 也是暴恨血仇的机会来了 结果在里面抄了半天出来的时候 他想戴着帽子跟着旁边看着热闹 外面的红兵不知道你来在里面革命了 看着样子也像是一战帽子 你也是个头驴啊 哼 抓出来 1966年8月24日 文革红八月的风潮涌来 红伟兵们冲进极乐寺 捣毁所有的佛像 并写下了一张神墨佛经 禁放狗屁的标语 强迫和尚们请着他低头认罪 时任赫林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真胜 拍下了这个场景 照片中 法师们强忍着悲怒 方丈大师则高傲不懈的闭上了双眼 只有那个本以为已参加了革命 却仍被红卫兵拉出来受辱的叛逆者 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这个人火夫做饭的 后来他的徒弟讲 我这个师父 隔红苗正 一个苦出身 红兵就利用这个 利用他来管那些和尚 后来他的师父 好像也有所悔悟 但他又不肯去说 就是把这个164见识好 他应该在后院的文革之后 见识极乐寺他这些的作用 文革后 火头僧成为了极乐寺的主持 法号慈法 四十年过去了 极乐寺又恢复了繁盛的香火 但很少有人知道 历史的尘埃 已在大师心中结成沉重的巨石 告别此法 李振盛再次上路 那是一条苍凉的回望之路 2006年的一天 黑龙江日报社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几名退休老职工正在此闲聊 忽然因为年龄和他们相仿的老者走了进来 亲切的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几位老职工又惊又喜 因为他们也认出来了 来者正是他们四十多年前的老同事 摄影部的记者李振盛 老员工们都还记得 1963年报社的摄影部 新来了一名大学生小李 他青春洋溢 热情活泼 不过就是有点不听话 有点刺头 文革期间他还被下放到武器干校待了几年 1982年在报社干了二十年的李振盛 离开了黑龙江 从此和同事们也失去了联络 如今再见 曾经的热血青年都已是满头白发了 大家当然是感慨万千 而让几位老同事想不到的是 二十多年不见 如今的李振盛呢 竟然已经是匪深国际 被媒体评为是发明摄影150年以来 世界上最重要的54名新闻摄影师之一了 而带给他如此巨大声誉的 竟然是这位摄影部小李 在黑龙江日报社工作期间 偷偷拍下的十万张照片 他们说 你说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 你拍了一个完整的历史 他说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 拍了历史的一半 1996年 李振盛已访问学者身份赴美 2000年 他已在黑龙江日报社工作期间拍摄 但从未公开见报的照片 集结成书 摄影集红色新闻兵的出版 立刻震动了世界 人们第一次通过图片 如此完整 又如此近切地看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2003年 红色新闻兵被评选为 世界最佳摄影画册 并入选美国多所大学 任摄影课教材 李振盛 1940年出生于辽宁大连 1948年 参加解放军的哥哥在国共内战中牺牲 李振盛全家成为光荣的军列鼠 在49年之后 拥有了一个红色的出身 中学时期 喜欢挤油的李振盛 在油市上用200张油票换来了一架旧相机 从此和摄影结缘 1960年 李振盛考入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 他上大学的三年 正值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学生们饿着肚子完成了学业 1963年 大学毕业后的李振盛 进入黑龙江日报社 成为报社里最年轻 也是唯一的大学生摄影记者 虽然在业务上出类拔萃 但由于并非工农兵出身 再加之心高气傲 在工作中不肯循规蹈矩 李振盛渐渐成为报社中的异类 所以领导但经常批评 我说你这个 还有领导很善意摸摸脑袋 你这没反过啊 你怎么就这样呢 说你这个人呢 总是异想天开 争强好胜 听这句话呢 我心里很不服 异想天开何罪之有 争强好胜何错之有 那时的摄影记者都有一个习惯 拍摄完报道任务 会留下两张胶卷 已被回来的路上遭遇突发新闻 若没有遇到新闻 李振盛也不肯将这两张胶卷浪费 而是想出了个特殊的法子 用来自拍 彼时摄影部的五位同事 两名正科级 两名副科级 只有李振盛这一个小兵 常常在办公室角落里最小的办公桌前 李振盛偷偷的对着镜头 展现着自己的特立独行 这次我想表达一种情绪 我就弄一个敞开胸膛 面对敌人的刺刀 就是那个 失忆了枪口 就是镜头 只是镜头 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生 到了任何单位去 都是戴着一顶帽子 三门干部 你带着原罪来了 三门是从家门进校门吧 从校门进机关门 没有任何锻炼 没经过水深火热的锻炼 枪连弹雨的锻炼 这个帽子就摘不掉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我很兴奋呢 摘三门干部的帽子的机会来了 因为当时那个歌也唱到 毛泽西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白领成钢 1966年 大革命的暴风咒语到来了 备受压抑的年轻人们 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 李振胜也兴奋地迎接 这新时代的将领 他很快发现 自己手中的照相期和记者证 已经不能让他在革命大潮中 畅通无阻了 只有造反派的红袖标才是最有效的证件 拉拢了七八个同样在单位里 饱受歧视的三门干部 李振胜成立了红色青年战斗队 正式造反 单位里的领导被当作走资派 被各个造反小组争抢着轮流批派 那个总监界真不是坏人 从个人感情的感觉真是好人 但是你必须得批 你要不批他的话 你一定是保守派 现在满大街的 说起文化大革命来 都是我大夫 文化大革命说我是保守的 你要是全国人民都是保守的 毛泽西站在天安门市站的挥手 把胳膊挥断了 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来 那个时候口号要毛泽西挥手我亲近 而不管这挥手叫你干嘛去 就亲近 在这张照片中 年轻的李振胜坐在主席台上 盯着被批斗的同事 目光犀利 那时的他绝不会料到 坚立的革命之剑 很快就要落到自己的头上 1967年 李振胜在大学中相识 并已相恋了几年的女友 忽然来到哈尔滨看他 然而他带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 分手 我妈妈被打成 毕竹头了 早晚派到地下去逗他 逗他说明天压了你油烟 他妈妈一想不能受油烟失重 这个毒 他就断然的决定就要自杀 他一头撞死在室外厕所 石头厕所 石头撞死 我这个同学呢 他一夜之间从优秀钥匙 就变成了壁竹钥仔 他就跟我讲是咱们的事 他说我这个成分影响你 这张照片是李振胜和女友 唯一的一张合影 当时的人们在情感上非常含蓄 女友说没有结婚就不能合影 李振胜于是哄骗女友 要给他拍一张照镜子的照片 借机将自己也放进了构图当中 这记录美好瞬间的底片 同时也记录了李振胜第一次感受到的 大革命带来的切身痛楚 后来他第二天呢 就留了一个纸条给我 我因为我爱你又不想害你 咱们的分数 他就到车站就走了 他后来为了让我死心 他给我 半年后他给我寄了一张照片 说我结婚 一个黑白的两寸的结婚照 和女友无奈分手后 1968年1月 李振胜和同事祖营霞结婚 然而结婚后没多久 噩耗再次传来 作为当地知名的老中医 爱人的父亲被老家的红卫兵 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老头折磨得实在受不了 后来上吊自杀了 他的哥哥给他写信 说他要告诉他的妹妹 说我们要跟父亲划行界限 我爱人在家里是大哭 他就用那个凉水滴滴 眼睛都苦红了 哭肿了 那个 到班上去还得找贡献队 去报告 要和自己的父亲划行界限 因为他自约于党 自约于人民 父亲畏罪自杀后 爱人马上被打入令策 关进了学习班 文革以来 自己和爱人所经历的切身之痛 再加之作为摄影记者 李振胜亲眼目睹了 一幕幕荒诞惨烈的情景 信仰被羞辱 文化被砸烂 年轻人们派系舞斗 从残害他人到自相残杀 一股巨大的寒意 早已让运动初期 自己狂热的头脑清醒起来 报纸以明确的规定 要报道 到处英格厌恶的大好行事 其实这个批斗 抄家 打砸墙 破坏文物 都是伴随着这个运动 在此发展 但是规定 这些东西 一律不准备报 人人要拍 有用的照片 什么叫有用呢 报纸能发表 在同一个大会上 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顶头 都在那摆在那里 看你小牌上 在大学的摄影课堂上 摄影大师吴尹贤说 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 这句话深刻地 影响了李振胜的一生 在文革开始之后 李振胜借助记者的身份 走进各种事件的现场 用照相机记录下 这动乱大时代中的 一个个决定性瞬间 拍摄了大量的 无法见报的照片 1966年末 黑龙江的革命形势 如火如荼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被纷纷打倒 在省体育场举行的 万人批斗大会上 省长李范武 因发型类似毛主席 而被扣上 大野心家的罪名 正在台下拍摄群众场面的 李振胜 马上跑上台 捕捉到了红卫兵 给李范武剃鬼头的一幕 前面这个红冰 就调这个推子 调宁 调一般的生活当中 就知道不好用的时候才调 好用的时候你不用调 它是因为好用而调 好用而调 调成不好用 上去夹着头发 看着一下 耗起来 一耗起来的时候 一些头发跟上 就带着那个 渗出的那血迹 这个我就看在心里 我觉得心里很痛 但是咱们不能去治治 照片中 当李范武的脸 因痛苦而扭曲的时候 几名红卫兵年轻的脸上 却露出了新奇的笑容 此后 李范武和他的妻子李霞 以及省委的其他领导 被连日批斗 受尽侮辱 任仲仪 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李真胜在以往的报道中 与他多有接触 还是在省体育场的万人大会 李真胜目睹了任仲仪 忽然被点名批斗的过程 给他准备好了一个椅子 那个椅子也是很别有用心的 就像他活受罪 是个折叠椅 这个折叠椅很难站稳 你往前站可能摘下去了 往后站 咔 压了一眼还是甩 他还算是站稳了 站住了 站住以后 红卫兵端了一脸盆 那个臭烘烘的墨汁 让他抹归一脸 你自己抹归一脸 他把手伸进那个墨汁盆里 站一下 说不行 他又再站一下 墨汁盆 说这不合格 后来剩下这半瓶墨汁呢 那红卫兵啊 扯开他领子 就从这领子 浇进去了 我在现场看到就是 那个墨汁啊顺着他衬衫溜到了裤腰 穿过的腰间呢顺着裤腿往下溜 1966年8月26日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李真盛不会想到这张任仲仪被批斗的照片 会成为文革史上的经典图片 在经历了大小2000余次批斗后 任仲仪最终挺过了十年浩劫 而有些人则永远的被那个黑暗的岁月吞噬 1968年初 哈尔滨街头出现了一份油印的小报向北方 很快他被革委会认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秘密串通北方的苏修的反动刊物 两名主办者 某工厂的技术员王永增 乌炳元马上遭遇逮捕 并被判反革命罪处以极刑 1968年4月 在公审大会后 李振胜跟随着球车走向了刑场 就是判他死刑之后 他就仰天长叹啊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开始就闭上眼睛了 闭上眼睛了 从此不再睁眼了 就是在他看来 他闭上眼睛就是一种最后的 唯一的一种反抗的方式 就是我睁着眼和闭着眼 这个世道都一样 都是黑的 在北方初春的寒风中 刑场上的血腥气息 弥漫在李振胜脑海里 久久不肯散去 而对于李振胜本人来说 他生命中的严冬 却刚刚开始 由于经常拍摄 无法见报的 无用的照片 他不停地受到同事的举报 和领导的警告 一开始还是轻微的罪名 浪费公家的胶卷 但渐渐的 政治的威压慢慢逼近 在下班之后 李振胜偷偷地 在办公室里冲写着胶卷 并把底片 从当柜的最底层 转移到家中的地板底下 每次聚的时候 要有声音 还得小心 不安 不安你站在那个窗子看 有人走的时候 就告诉我停止 聚了一个多礼拜 才聚开了一个洞口 把底片呢 藏在地板底下 1968年12月 在报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 李振胜被彻底打倒 被抄家使 他始终站在暗藏底片的那块地板上面 他深知 这些底片足以引来杀身之祸 连番批斗之后 李振胜和爱人被通知 即将下放武器干肖 离家前夕 李振胜实在放心不下 这些珍贵的底片 他决定铁而走险 找来一位性格最为忠厚的同事 我们俩上干笑了 万一出事 如果我们生命发生意外了 请你设法把它拿走 他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他是个评论部的编辑 学哲学 我说这个东西很有用 我说这都是给文化大革命 我黑你 这么黑你 他干什么 他看着我很凝重 这个体验 他说好 放心 我记住 他不 你放心 他口齿 你不用 不会出事 不会出事 真实记录 文化大革命的十万张底片 就这样被保住了 1969年深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李振胜和爱人 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庆安县的柳河武器干校 这所干校在文革当中颇为有名 曾被姚文元评为机关革命化的先进典型 弄出一套壳来 吃小米儿 怕大山 路线分析 给跑世界关 吃小米儿 怕大山 路线分析 给跑世界关 每年到冬天 山上的水泡子里 也冰了 就要破冰格鲁尾 这个男的倒也罢了 上来以后 冻的都是筛康 女的 就是来毕亚的时候 谁也不敢请假 也不允许请假 也得去 所以很多人做了妇女病 虽然柳河干校 其中的全省的所谓下放干部 但实际上 在这里 生命同样被视为草芥 上山发木 转盘那个锯 有一个人 啪 飞出来一块木头 打脑门子 当场就死了 后来我们 大家说 给他开个追导会吧 教导员告诉我们 他是右派 怎么能给右派开追导会 弄个草芯远不远不 到山上去卖了 即便在如此 未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中 李振胜在劳动中 仍旧格外注意保护自己用来拍照的右眼和右手的食指 在这张在干校拍摄的照片背面 李振胜写下了雪来的诗句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1972年 政治高压略有缓解 李振胜夫妻离开了寄生三年的柳河干校 回到了黑龙江日报社 1976年 文革结束 两年后 这个国家的春天终于来临了 1982年 李振胜离开了共职20年的黑龙江 到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人教 1988年 他和受托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10万张底片 部分得以见光 李振胜精选了20张文革组照 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 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得最高奖 在评奖后的公展中 李振胜听闻 一位特殊的观众来到现场 有人告诉我 说任忠一到美术馆去看了这个展览 而且还不是看了一次 是看了三次 说站在他那个照片前面 悠悠不离去 我心里想弯了 毁了 你把应该当年那个那个丑态给公开展出了 这不稍稍提出来什么来应该官大呀 那我这不就完了吗 后来呢 中国生产协会的大众摄影的一个编辑 他告诉我 李振胜 任忠一的儿子到北京来找你了 我说你看 真害怕呢 这不找上门来了吗 后来他儿子跟我说呀 我爸爸说了 这张照片是我们人家最宝贵的财富 在经历了文革初的批斗后 任仲怡被下放农村 文革后 他先后出任辽宁省和广东省的领导职务 主持了为张智欣的平反工作 推动实践史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1998年 他特意邀请李振胜来到家中 并在这张照片上亲笔提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0年 已经在美国出任访问学者的李振胜 出版红色新闻兵一书 自此曾经埋藏于地板之下的十万张底片 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最重要的图片来源 2006年 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 李振胜飞行万里从纽约来到黑龙江 他回到黑龙江日报社看望老同事 来到省体育场 回忆四十年前的万人批斗大会 又来到已成废墟的柳河干校 寻找往事的痕迹 但他更想知道的 是照片中千千万万主人公的命运 这张照片中 几乎所有的僧人都已过去 只有53岁的火头僧 变成了93岁的辞法大师 而这张照片中 这位紧闭双眼的殉难者 有魂归何处呢 李振胜试图联络吴炳元的后人 当年他九岁的儿子 也跟着父亲到街上张贴向北方小报 因而被打成了小反革命 文革后的三十年间 他一直寻求着为父亲恢复名誉 后来他儿子到处上访 就是这个事 为他爸爸要邀请平板 上面说的是 量刑过当 死刑不变 所以他儿子跑了多年 最后完全失望了 失去希望了 他的孙子 吴宇航还给我留言 他说谢谢你 老师 我爷爷很刚强 我认识到我的爷爷 我有让爷爷而自豪 如今72岁的李振胜 仍然频繁地往返于中美两国 世界各地 办影展搞讲座 一刻也不愿意闲着 对他来说 那历尽磨难的十万张照片 就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财产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记录了一段 沉甸甸的历史 从而在摄影史上 获取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 这些底片上 凝聚着在洪流滚滚 看似不可阻挡 要碾碎一切的 时代巨伦的缝隙里面 一个不那么听话的 小小的摄影记者内心 小小的抗拒与坚守 凝聚着在艰难的时事当中 人们的患难与共一挪千金 凝聚着照片上 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的瞬间 而正是每一个人物的细微的神情 其实共同时刻了 这整个大时代的大模样 李真生记得 有一次在给这些照片 集结成刊的时候 大家绞尽脑汁 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 忽然有人一拍大腿说 既然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那么不妨就用这几个字 做题目吧 诸神默默 让照片说话 感谢观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东风日产凤凰全球连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